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游戏是《枪之荣耀》 这款游戏以反派的视角为题材 让我们体验作为西部荒野大道的感觉 游戏的画面以细致的2D手法来呈现 无论是远景还是近距离 我们都可以看到令人满意的画面效果 游戏的场景充满了各种美国西部电影中的元素 如黄沙飞扬的沙漠 高大的仙人掌 在铁轨上呼啸而过的火车 还有一些个我们常见的大风车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在操作上和我们以前玩的防塔游戏有很多的不同 在以前玩的游戏中我们会发现这个防御塔 只能放在固定位置进行防御 而这款游戏不同之处就是我们可以调动这些牛仔 到达不同的位置进行防御 这样就说明这款游戏也是非常的灵活 对于那些个固定性防塔游戏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在游戏的前期 我们要积攒更多的金币 来唤醒分布在这些荒野上的牛仔 我们也看到这些牛仔在不同的位置进行睡觉 如果不给他们钱的话 他们是不会醒来的 也不可能为我们干活 所以说攒这些金币是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有两个牛仔 把这些道路上的商家全部截了下来 但是这个前数还是不够唤醒下一个牛仔 只能继续的努力把这些个人还有这些货物全部留下来 这款游戏的唯一缺点就是这个画面有点粗糙啊 包括这些个牛仔根本看不出他们的样子 而且这个道具非常的少 游戏玩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其他道具的出现 可能就是只能控制这些牛仔来回的移动 消灭这些个大陆上的商客 游戏玩到现在也是非常简单 因为这些个路人是非常少 我们现在两个强盗在这个拦截上也是没有太大压力 那在我们的前数攒得够多的话 就可以唤醒其他的人物 这样在操作上也是出现了些难题 很多的强盗需要我们控制 这样很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 刚刚我们的前数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点 这样就可以再唤醒一个强盗 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个了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增加了很多的战斗力啊 新一批的商客已经出现 看看这回我们能拦截多少的金钱 还有些货物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强盗放在最前面 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把它们消灭掉 如果战线拉得太长的话 我们的火力就不能集中 这样很多的商货就会在我们的道路上直接通过 而且这钱币不会留给我们 现在我们的强盗人数是很少啊 只有三个 这个钱币得的也是非常慢 现在发现有个马车已经越过了我们的防线 这时候就需要派一个强盗到它的前面进行打击 看看能不能把它直接给打下来 根据这款游戏的玩法 还有它的背景推荐指数三颗线 游戏的名字叫枪之荣耀 如果哪些朋友感觉这款游戏还很好玩 就可以关注手游酷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